真的意义古去的时候 在座的亲戚朋友 弟兄姊妹 当我们在这里一同庆贺 中国的新年 一年一年 这样过去 在你的人生当中 在我的人生当中 究竟是否真的 找到了 真正的意义 每一年我们都在 过年 每次相聚我们都带着 很多美好的帕马帕 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你是不是真的 找到了 从上福而来的这样一种意义 你是否真的 我在一个蒙福的人生当中 今天晚上 透过这期节目 也透过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到神明前来思考 什么是蒙福的人生 那这里有两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两处的经文 在《粤国记》 《二十二章》 《二十一节》 《粤国记》 《二十二章》 《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 请你要认识神 救得平安 福气也必领到你 我们再读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 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主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独自灭亡 幻得永生 无论是刚才我们前面所听见的诗歌 或者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亲爱的朋友们 人生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当中 当你真正认识了神 当你的生命里面 真的有了耶稣基督 你会发现 你真的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你从此也真的能够过上 这个蒙福的日子 按照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所告诉我们的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主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究竟为什么信耶稣 我们才是真正走上 这个蒙福人生的道路呢 第一个方面 当你真的相信 认识了耶稣基督 你会发现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有一样截然不同的东西开始了 这是有赦罪恩典的人生 蒙福的人生 是必须要有赦罪恩典的人生 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活了三十多年 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当他自己在那痛苦的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他说了七句话 其中他所说的第一句话 就只在《论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当下耶稣说 父啊 圣灭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当耶稣在石阵上死了 他流血了 后来他自己又升天 留下一班的门徒 四处去传福音 在《使徒行传》三十三章三十八节里面 圣经让我们看见 他说 所以弟兄们 你们该晓得 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不认识耶稣 你会发现赦罪的恩典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你真的相信 认识耶稣基督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 开始经历 原来人在地上的日子里面 真的能够有赦罪之恩 所以使徒们说 这赦罪的道 是由自己的人 传给我们的 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但是人却亏缺了神的形象 神的荣耀 以致从圣经里面来说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且罪的工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你会发现 我们人活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 没有一个人没有确定 没有一个人 按照圣经的话来说 不犯罪 那圣经已经给我们这些 在罪中的人 下了一个审判 叫做罪的工家乃是死 所以你会发现 当人生在世 你没有领受在一个圣罪之道的时候 没有领受这色罪的恩典的时候 人生真正的意义 你注定找不找 因为色罪的道 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来赐下的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你活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 你知道自己犯错了 你知道自己出问题了 但是别人竟然能够这样的设计你 别人竟然能够这样的来接纳你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就有了一个新的感受 就有了一种 真正的耶稣基督里面 蒙福的人生 因为神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就是这样来接纳我们这群人 所以真正的蒙福 是从耶稣基督的色罪开始的 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 真的相信接受他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保雪来洗净你对的时候 天下人间竟然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在你的过方里面 在你的失败当中 有人愿意这样的来接纳你 这叫做有赦罪恩典的人生 当我们自己领受的耶稣基督 你可以发现 我们对的生命呢 也渐渐的能够活出 饶恕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恩典 这是从上海来的 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你可以发现 赦罪的恩典不多的 我们几乎都是浸泡在一个报仇的心态上的 所以无论是你读书也好 无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好 我们从来都是任命这样的一种人生观 人不放我 我不放人 人若放我 我必放人 父仇只报 君子报仇 十年不往 这是我们 活在这一种文化的当中 我们对赦罪恩典的认识不多 但是感谢三段念 因为七月节时 在耶稣基督里面 给我们众人预备了 可以有赦罪恩典的人生 但你真的详细接受主 以赴所书 是咱们上次来节说 他说并要以恩赐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马丽飞 第六章的十四到十五节也说 你们饶恕了人的过放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放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放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放 一个领受赦罪恩典的人 你走在一条蒙福的道路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也能够伸出 念那一种 饶恕别人的作为来 有一对移民 一对夫妻 他们在国内的时候 非常成功 整个丈夫 肢体开公司 已经开到国外去了 成立了一个国际的公司 他的妻子也下海 还当上了厂长 所以这个家里面 钱是不缺的 但是有一天 他们突然发现 好像家庭的温暖没了 所以他们觉得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那这个家恐怕问题很大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那我们移民吧 我们就移民去加拿大吧 他们就这样来到加拿大 那他们能够给家庭关系 带来一个转型 后来呢 这个妻子 有机会 接触到一些基督徒 她也去到教会 她也听见福音 也正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她家里面发生了一件事 她的丈夫的电脑 不小心 她自己呢 没有把她的这个电油给光亮 结果摆在那里呢 让她亲自看见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 这个丈夫竟然有小伤 有别的女人 而且是她公司里面的秘书 但这个弟子看见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她当时整个人就不行了 她这个性质很大的 这个性情很暴的一个棋子 那当时 这一下领导他们说 她整个人就趴下 感谢主 正因为她自己 周围有一群弟兄姊妹 所以那些姐妹们 就在那里帮助她 不为了祷告 而且清清楚楚告诉她说 不管你这个婚姻 最后怎么样 你现在必须做一件事情 老鼠 一定要老鼠 基督 怎样老鼠了我们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 有赦罪恩典的人 这一个妻子呢 她非常爱自己这个家 那时候反正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呢 她求告耶稣 主啊 你帮助我 让我也能够活在 这样一个老鼠恩典的人生里面 所以透过她的祷告 也透过周边姐妹们的帮助 这个妻子呢 她回到家里 没多说一句话 她把晚饭给你做好 请丈夫来吃 这个丈夫 面对家一个妻子呢 她不敢吃 她不知道这房里面 有什么东西没有 因为这不是她原来看见的妻子 原来看见的 都是跟她吵 都是跟她闹的 没有看见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她竟然没有跟她生气 甚至还把晚饭给她做好 这饭能吃吗 她不敢吃 她在我们坐在那一个地方 就问了基督 你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 其实就对她说 我爱这个家 我想能够救这个家 我知道耶稣赦免了我的罪 耶稣赦免了我这个罪 我也赦免了你 我也 我怕神能够在我们家里面来做事 这个帐僧坐在那里一听 这是她不认识的妻子 因为原来她一定是有仇必报的 怎么今天突然 她竟然能够有饶恕之恩 她当时就对她的妻子说 如果你信的耶稣 真的有这设罪的恩典 我礼拜天跟着去救她 感谢主 这个丈夫第一次来到礼拜堂 那天刚好也是个布道会 当牧师在上面呼召 罪恶悔改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丈夫 他相信接受了耶稣 神赦罪的恩典 临到这对夫妻的生命里 他们自己在主动幻影当中 来建立自己的家庭 感谢神的恩典 神大大的祝福他们 后来这个丈夫在我们面前 认罪悔改 彻底把原来的一切 不干不尽的关系 都给处理了 他们一家在神的 设罪的恩典里面 走上蒙福的道路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如果需要蒙福的话 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 清清楚楚 设罪的恩在我们的里面 圣经让我们看见 蒙福的人生 不但是有设罪恩典的人生 它也是有神与人 同在的人生 圣经告诉我们说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足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耶稣基督是道 耶稣基督 祂原本就是神 神 祂成了人 在肉身里面显现 祂要与人同住 所以马带福音第一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神的话说 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一样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如同于怀于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伊玛内利 伊玛内利 光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葬 亲爱的朋友们 有一个了不得的恩典 与众天定的神 祂要与你同葬 祂要随时在你的身边 祂要跟你在一起 这个叫做伊玛内利 所以如果你的生命 因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让这个道成肉身 住在你的里面 带着恩典 带着真理而来 我们开始走上一条 不断领受 四二对恩典的道路 我们也开始走上 神与人同在的 这样一条道路 有一个作者 他叫这个 吉姆国恩师 他写过这样一本书 叫做幸福家庭的十块基石 在那本书里面 在B站的中间 他就讲到 在那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一次呢 他自己已经年纪大了 也有孩子了 但是他去看妈妈的时候 因为妈妈身体已经不行了 他就到了妈妈那里 他妈妈在楼上的房间里面 他就到妈妈身边 在那里坐好 妈妈就看见他来 就跟他在那里说话了 然后妈妈就问他说 你来了 爸爸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君就告诉妈妈说 爸爸在下面看电视呢 在那里看半虫呢 他爸爸是一个半虫迷 那当这个儿子 Jim这样告诉妈妈的时候呢 这个妈妈笑着 看着儿子对儿子说 他说Jim你知道吗 我从来就没喜欢 没有喜欢过半球 这个儿子一听 他就觉得挺奇怪 他说妈妈 你没喜欢过半球 他说我从小学开始 我在那个半球队 参加你每次都来 那每次有什么 这个半球大战的时候 爸爸去干比赛 你每次都陪爸爸去 你坐在那里 你坐得那么自在 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你那么长 你也过来你都这么住 你不喜欢半球 妈妈被儿子说 他说Jim 我到赛场 不是去看半球 我是去看你们 我想和你们在一起 在这个儿子 他所写的这本书里面上 他说那一天 他突然眼界被打开 他再一次认识 他的母亲 他发现 原来我的妈妈 他这么伟大 原来我的妈妈 这么多年是如此的舍弃 他看完的就是 在一切的场合里面 能够跟我们在一起 所以接着 他在妈妈身上 学到了这样一个功课 他自己也在 那本书里面 来告诉我们说 在人的生命当中 你周边 最对爱你的人 是那些愿意花时间 跟你在一起 神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他被称为 以马内力的神 神给人最大的应许之一 就是在你一切的境遇当中 他要跟你一同作父 你会发现 父母 可能会离开我们 甚至我们的配偶 也会离开我们 甚至有一天 我们的儿女 会离开我们 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 这位神 成为以马内力的神 他不会离开我们 按照诗篇 二十三篇 第四节所告诉我们的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谷 也无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脏 你的肝 都安慰 当我们真的领受了 神的赦罪的恩典 当我们真的经历到 原来这位神 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他一定会在 一切的境遇里面 陪我们一同走过 跟我们永远在一起 这是我们所信靠的 这位神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在你的人生里面 你真的意识到 以马内力的神 与你同在 你这人生 就真的蒙福了 在1989年后 前苏联亚美尼亚的一个 大的地震里面 有一个很感人的见证 他讲到这个父亲 他的儿子在学校里面上学 结果就在那一天 地震来了 教学楼倒下 等到爸爸跑到 儿子学校的教学楼那里面 去的时候 看见的是一片灰漆 很多家长在那里 难过地哭 然后走了 这个做父亲的 他到了那个地方 他看见那一片的灰漆 照着他的记忆 儿子的教学在那个楼 应该在哪一个房间 他就到那里 他去挂 其他家长都告诉他说 没办法 甚至警察过来告诉他说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做父亲的 他不放弃 八个小时过去 十六个小时过去 三十二个小时过去 最后三十八个小时过去 当然这个父亲 他把一块石头给摆一根树 他听见向帝有声音 他叫了他儿子的名字 果真 儿子在下面回应他 儿子对他说 爸爸是你吗 但爸爸给他回来了以后 这个孩子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爸爸 我知道你会来 我告诉其他人不要着急 我告诉他们 如果你还活着 你一定会来救我 你救了我 他们也就得救了 因为你曾答应过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会和我在一起 一个父亲爱儿子 他上学这样 我们所信靠的 就会以马内力 神与人同在的 这样的一位主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 真的认识这位神 这是极大的福气 放完今天晚上 再多的朋友们 这个福气能够领到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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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